最近很多網友建議我 欸?連公子你不要養個寵物啊 拿來拍片可以增加點閱率 各位朋友啊 我不能這樣做 在小學的時候歐巴就買了兩對寵物來 鸚鵡啦 兩大兩小 結果 就在隔天就一隻大隻的鸚鵡死掉了 而歐巴的反應是 欸?這鸚鵡怎麼會死掉 他沒有想過 這隻雞沒有把他照顧好 所以那時候我就了解到 一根沒有責任感的養寵物 到底是多可怕的一件事 破壞甚至剩下兩隻小的寵物嘛 我爸就常常把他們放出來玩 把他們抓來抓去 讓房間飛來飛去 然後照顧是我在照顧 那個籠子髒的我在洗嘛 吃料跟水沒的我來換嘛 然後那個鳥 下面那個盤子都是大便 也是我在洗的 所以真的是 對我來說洋蟲物他就是一個責任 是非常辛苦的事 一點也不好玩 可是洋久了 我發現 這蟲物跟我們一樣 他也是有感性的 你假如是 沒有用心照亮 他會鬧脾氣 他會把吃料 整個翻過來 可是假如你就是好好養 每天去看顧他 他就會跟你越來越親 我後來就覺得 欸 養蟲物也不錯 因為他真的會回饋你 你會跟他感情越來越好 可是啊 跟我沒有 真的你給小朋友 養那個 寵物 是一場災難 那時候還小我還不知道 我不知道鸚鵡那麼聰明 我就是把那個 寵物打開 那時候鸚鵡 剛剛好 就把那個 籠子 門打開 然後都飛出去了 我就被 罵得要死 然後後來就只剩一隻嘛 我想說好 這次要好好照顧 不要再讓那個 出意外了 結果 結果 後來還沒有來了 那個寵物 還是死掉了 所以你養寵物 一定要有個心理準備 那就是 寵物會 會比你早走 然後我那時候 很難過 因為我真的是放感情下去養了 我想說 不要再養了 我們 既然照顧不好這個寵物 就 不要再照顧了 結果 我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講我爸 我怕 那個寵物死沒多久 他馬上就買兩隻回來 然後 你知道買什麼 他還買那個雛鳥 我 我 那種沉鳥我都照顧不好 他還 買雛鳥 那時候 那時候 我就不知道怎麼樣 我說 欸 欸 這 這 不重要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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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真的是 硬著頭皮癢 癢癢 欸 每天這樣子 一直 去照顧他 拼命補蟲 皮癢 真的 給我養起來 那真 那真是奇蹟耶 你知道 天啊 然後因為我對那個 前面兩隻死掉的那個英雄 我真的是有個愧疚感 所以 這次我 照顧我跟永鮮 我想說 我要給他更好的生活 來 那個 彌補他們 減輕我罪惡感 結果 又發生一些很酷的事情 我爸爸 然後 他們就算命 然後人家算命師就這樣 啊 你發展不好嗎 你為什麼發展不好 因為你們家養了鳥 他們 龍中鳥 困在籠裡 就要向你的發展 被壓抑住 所以 你發展得好 你就要放生 我知道這件事之後 我大概 就猜得到 接下來會有什麼發展 我就拜託 拜託 拜託不要聽那個算命師亂講 我們的運勢跟那個鳥到底有什麼關係 你今天把鳥埋回來 就對牠有責任 要好好照顧牠 不要說 亂放生 拜託拜託 拜託 拜託 結果 我爸媽媽媽不理我 他沒有講話 然後就有一天我放學回家 那鳥就被放走了 那個鳥 是人在養的 他根本就沒有生活能力 所以 真的他就是 把牠放著去死 所以我 我真的瞭解到一件事 就是那個 沒有責任感的人 養的寵物 真的非常非常可怕 你說我們開車 是不是要有駕照 你醫生開業 也要有執照 可是 養寵物 不需要任何資格 只要有錢 你去寵物店 你再怎麼爛 再怎麼糟糕的人 就是可以養寵物 各位朋友 為什麼 寵物片會那麼好看 不是因為那個寵物可愛 而是因為那個 主人有愛 他給這寵物 很好的生活 很好的照顧 所以那影片才會看起來很溫馨 很好看 哎呀是一個沒有責任感的人來養 各位朋友 寵物片 就變成災難片 你養寵物 就變成虐待動物 這種片子也不會好看啊 所以我也不用拍什麼寵物片 因為電玩就是我的寵物嘛 我對電玩有愛啊 有愛的東西 拍出來就是不一樣 所以現在 即使電玩片 已經很氾濫了 因為我對這個東西 誘毒到見解 我拍出來的電玩影片 還是能在市場上 有一席之地 所以奉勸大家 真的不要 為了拍片養寵物 大家都想說 啊 養了寵物你的那個 定義會高 你的點閱會高 可是各位朋友 假如你養寵物 養一養 沒有這個效果 你的變成假的東西 到時候你是不是要把那寵物拿去丟 各位朋友這種東西 我看太多了 什麼 小青魚為了紀念彼此的感情 養了一隻寵物 結果一分手 那個寵物就拿去丟掉 什麼 那個 某某動物小時候很可愛 然後長大了 養不起 吃料費太高 也是拿去丟掉 真的 沒有愛 沒有責任的人 就不要養寵物 因為 他們沒有資格養寵物 各位朋友啊 我知道你們是為了我好啊 才提出這個建議 可是 寵物也是生命 既然是生命 我們就要尊重 不能因為那種 我只是要玩玩 拍片 就會養他 這樣 對他太不公平了 各位朋友 我可能有天真的會養寵物 但 絕對絕對 不是為了要拍片